因為他這次最主要 像這個布丁等等 他們都是裡面好像 防腐劑出了問題 那對這一些 大品牌的公司來講 我們花了錢 很開心的看了廣告 然後我們就去買 結果出問題以後 誰要負這個責任 難道就是這些原料 這些源頭 這些大廠 他們來扛這些責任 而對於這些銷售的 這些我們所認知的 這些品牌 他們沒有責任嗎 目前當然是 以原料廠的責任 當然是比較大一點 但其實從今天 從明天開始 銷售端也有責任了 因為其實從6月1號 其實5月30 6月1號以前 如果說廠商販賣者 如果是不知情 不知道自己的產品 有被原料廠添加了 這些違反的產品的話 其實目前是沒有罰則 可以罰的 目前沒有罰則 是 但是6月1號開始 就是用行政命令來去做 像那八大類的 所有澱粉類的製品 其實都要去做一個 安全標示 對 在商店外面要去貼上 食物合格檢驗標章 讓大家知道說 我的澱粉類製品 像肉丸還有粉圓 都是合格的 你才可以販賣 如果說沒有貼這些標章的話 衛生局是可以要求產品下架 如果是限期沒有改善的話 如果被驗出 還是還有順滴C二酸的話 還是就會被處以6到600萬的罰則這樣子 就要開罰了 就要開罰了 明天開始 我們到哪裡去吃飯 我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去看看有沒有那個標章 但是對那麼多的商家來講 明天就要通通拿出標章 他們來得及嗎 準備得來嗎 不是要業者自己去送宴啦 它是要求上游的廠商 你在買這個東西的時候 買這個澱粉 再來米粉或是什麼 露米粉的時候 你就要求廠商提供這些安全的證明 那你只要附影印粉 貼在你的商家明顯處就可以了 那對於那一些提供這種各種粉類 不管什麼太白粉 番薯粉 各種澱粉的 這些商家來講 這些廠商來講 他們也都必須要及時的 來有這些什麼SGS的 檢驗合格的這些 才能夠送給店家 是 沒錯 我們就訪問到就是檢驗公司 他們都忙翻了最近 就要加班 爆量 爆量 是 如果來不及的話 那麼東西就沒辦法賣 是 否則會被罰 是 否則會被罰